在刚才一到五节这第一段的经文中 大卫是讲了要自己的心称颂耶和华 并且不可忘记神的一切恩惠 而且也讲了具体的原因 就是三节到五节神所显出的恩惠 但真正来讲人的心要称颂神 以及不可忘记神的一切恩惠的缘由 并没有在三节到五节当中讲完 三节到五节只是从神的作为的角度来讲的 而紧接着从六节到十八节 大卫就继续从神的属性的方面来讲 因此这一段的主题思想就是 神伟大慈爱的属性当受颂赞 如果把这一段再加上前面第一段的三到五节 整个就可以被看为是圣经当中阐述 有关神的属性该有多么伟大的最好的经文 这一段太精彩了 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喜欢这些经文 第六节 大卫先说耶和华施行公义 为一切受趋的人申冤 他似乎要带领以色列会众 把思路追溯到 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 这伟大的历史事件上 因为神在埃及就向着法老和埃及国民 显出了伟大的公义 并且神也为那受趋了多年的以色列会众来申冤 接着第七节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喜欢的一节 经文说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我们通常在读这一节的时候 会把这一节当中所讲的摩西法则和以色列人作为来做对比 人们一般会说摩西所知道的神的法则要比以色列人晓得神的作为 从层面上要高 他的表达容易是这样的 他能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却只教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这是我们一般人的逻辑 但是从诗歌的平行体的角度 其实原本作者并无意 一定要拉开摩西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距离 摩西所知道的神的法则和以色列人所晓得的神的作为 同样或同等的重要 知道法则是重要的 其实晓得作为也很重要 在诗篇第九诗篇第十六节 摩西就曾经祷告过 愿你的作为向仆人显现 以色列会众能晓得神的作为 是因为神先将自己的作为显现给他们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形容 并不是在责备以色列人的不足 接着从第八节开始 神的属性就在大卫的诗句当中 被十分美好和全面的加以描述 第八节 我们简直可以把它视为是 圣经当中对神的属性宣告式的经文 这些经文的表述 在旧约圣经当中多次的出现 大家可以去看 像《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 《民数记》十四章第十八节 《生命记》五章十节 《尼西米记》九章十七节 《诗篇》八十六篇第十五节 《以利米书》三十二章第十八节 八节九节就像是古代人们所做的信仰的宣告一样 古人所认识的神就是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那这样的经文 美善的无比 简直都不必加以解释 第十节更告诉我们 我们伟大的神 虽然是公义的 但其实 他更按照他怜悯和爱的属性来代我们 因为他若是 以严厉和公义来代我们 我们就没有谁 能够在他面前 站立得住 因此这里的经文说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代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 报应我们 接下去从十一节往后 大卫在描述神和描述人的时候 就做了一系列的相应的比喻 像十一节 当他论到神的慈爱 想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 他就说 这何等大的地步 就像天离地之间有何等的高 天和地之间的高度 在古代是无法丈量的 这是在表明神慈爱的无限 神的慈爱 是要给敬畏神的人 而十二节 大卫在讲 神有一样伟大的作为 是能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很遥远很遥远 就像东离西那么的远 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 我们就不自觉的会想起 古代以色列人的赎罪日 当大祭司亚伦从至圣所出来以后 他会按手在一只公山羊的头上 并且认以色列家所有的罪 然后人们会将这公山羊 带到旷野当中 归于阿萨谢勒 圣经的经文说 要把这羊放在旷野 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 带到无人之地 大家可以看 历维纪十六章 尤其是二十二节 当那只公山羊 被人带到旷野 他的身上就担当着 以色列家全部的罪 一切的罪孽 实际上结合着本篇的经文 就像这里所表述的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 也有多远 罪孽不再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挟制 也不再能成为那恶者 控告并把我们定罪的借口 因为神已经让罪孽 与我们远离 十二节进一步的比喻 耶和华神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呢 就像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我们在圣经中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比喻 神如同大君王 我们是他的子民 神如同好牧者 我们是他草场的羊 主是葡萄树 我们是他的只子 等等 但在好多种关系的比喻中 有一种比喻 我们是从中得好处极多的 那便是 伟大的神爱我们就像好父亲 但他不是地上的父亲 他是在天上的父 在圣经中 有我最喜欢的经节 像是罗马书第八章的十五节十六节 经文说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如果你喜欢甚至十四节和十七节都可以放在一起读 保罗告诉了我们一个荣耀的事实 那在神的儿子基督里已经得救了的人 就是天父的儿女 天上的神就是我们的阿爸父亲 在圣经时代的犹太人 对父亲最亲尼的教法 就是阿爸 我们今天有的人也喜欢把天父叫做天上的老爸 但我个人觉得最美的称呼还是要按照圣经的教法 那最美的教法还是阿爸父 保罗在他所写的经文中 把信徒所受的儿子的心的反面 叫做奴仆的心 这是因为有的人蒙了恩 却不知道已经是有神儿子名分的事实 因此他们的心态就像在做奴仆 也心存恐惧和惧怕 但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从圣灵所领受的乃是神儿子的心 在今天有些信徒的范围内 他们也会喜欢讲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 有孤儿的灵等等这样的说法 我们建议不要这样提 因为在这里只提到儿子的心和奴仆的心彼此相对 你若有了儿子的心就不会有奴仆的心 你若还是有奴仆的心 你需要去拥有一颗儿子的心 只要你从主那里得了新生命 你就可以拥有 因为保罗告诉我们 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罗马书八章的十四节 我们天上的阿爸父 就是会像父亲体恤他的儿女一样 体恤所有敬畏他的人 那十四节就是他体恤的一种方式 我们都为神所造 他乃是用地上的泥土来造亚当 因而泥土就是我们的本体 人在犯罪之后 一旦有一天死了 身体就会腐朽 归于尘土 因而神思念我们 不过是尘土 十五节十六节 所讲的乃是那不敬畏神的世人 他们活在虚空和扑风之中 因为他们的年日如草一样 虽然也发旺 但却不过如野地里的花 转眼之间荣华消逝 不被纪念 可惜的是 世人虽然服在这败坏的律的虚空之下 挟指之下 人却仍然不去投靠神 不来敬畏神 这就是人自己所做的刚硬的选择 而十七节十八节就告诉我们 神那里是有恩典和慈爱的 他预备了他的慈爱 是要让他的慈爱 归于敬畏他的人 而且是从亘古到永远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在前面的诗篇当中 好多的经文都提到 神是如何以慈爱恩惠 来带敬畏他的人 那其中像一百零二篇二十八节 诗人也相信 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 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 一个真正爱神的人 都会特别看重自己的后裔 也就是子子孙孙的蒙福的需要 大卫也是 别忘了圣经当中的应许 在生命纪第五章第十节 神就说过 爱我 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十八节是进一步的告诉我们 那敬畏神的人 具体该怎么敬畏 那便是要在两个方面有所实行 一 就是遵守他的约 二 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 这样的人 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 最后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这一段是本篇的结束 诗人 在对神的敬拜和爱慕中 以极其荣美的心情 宣告耶和华神 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权柄 同管外有 接着二十节 二十一节 大卫就提到 那听从他命令 成全他旨意 有大能的天使 都要称颂耶和华 做他诸君 做他溥义 行他所喜悦的 都要称颂耶和华 这其实都是在指 那在天上的侍奉者 天使和天君 还不仅如此 二十二节还包括了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 在他所治理的各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 由于伟大的神的荣耀 主权是充满 他所造的穷仓和宇宙 以及全地的每一个角落 因而那在每一个角落的 被神所造之物 就理应当称颂耶和华 向神欢呼 本篇是最妙的 是他的结尾 大卫说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这一短句 不单单于第一节第二节 彼此呼应起来了 其实他还告诉我们一点 既然天上的天使 天君 以及一切被造的 在神所治理的各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 然后再加上 作者自己 尤其是从他生命的最深处 也就是心 也要称颂耶和华 那本篇是给我们展开的一个局面和事实就是 宇宙外有之间 在神以外 已经没有什么 不要或不再称颂耶和华了 而那称颂耶和华的万事万物中 别的都重要 有一样 至关重要 那就是我的心 我们再说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感谢主 那今天 诗篇一百零三篇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再说 这篇诗太美了 我们大家一定 不要轻易的就这样读过去 一定要好好思想它 默念它 让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灵 能于大卫所写的诗篇中 所运行的启示的灵 能够彼此相遇 我们就必会多多的被圣灵所开启 他一定借着这篇诗篇 向我们很多的人讲话 神的话是宝贝的 是甘美的 愿我们大家都得到 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 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美物 来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爱我的主耶稣 天天引导我的圣灵宝会师 我感谢赞美你 主我谢谢你今天 讲诗篇一百零三篇给我 主啊这篇诗太美丽了 我是那么的有福 可以被浸泡在你圣灵 和话语里头 并且也可以活在你启示的光中 主我真愿意 像诗歌里面所说的 我又能像摩西那样 知道你的法则 又可以像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样 晓得你的作为 愿你的法则和你的作为 都向我显明和显现 主在这篇诗当中 大卫赞美 称颂了你伟大慈爱的属性 你是那么的有爱 而你那神圣 充满恩典的慈爱 乃是我不配得的 但我天上的阿爸父 就乐意将你一切的恩惠 都预备在你儿子的里头 因此我感谢又赞美你 主我定义 在一生的光景中 做敬畏你的人 因为我敬畏你 你就必将你的慈爱 归于我 还会归于我的子子孙孙 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 我要再次对我的心说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我如此的祷告 赞美称颂 乃是奉托我